花八十億億改建的前鎮漁港 建設陸續完工 外界質疑經費過高 高市府秀出一百零八年六月 給漁業署公文 提到前鎮漁港多功能漁具倉庫 等等計畫 希望能夠補助經費辦理 而漁港的改建也一直照著計畫走 經過五十幾年 前鎮漁港污水處理 周邊管線甚至是馬路寬度 已經不符合現金需求 八十億整頓 不只只有港口整修 連帶周邊環境一起改善 過去就連國民黨在地明代 都表示感謝中央 高雄在地議員陳麗娜還表示 高市府爭取經費建設 相當樂見 黎明選也表示 支持在地發展 帶動漁業觀光 如金雀急轉彎 陳麗娜發文 有不為自己城市爭取更多 更好建設的明代嗎 說自己會繼續監督 不會隨之起舞 要選前鎮的李明璇 說台灣遠洋漁業重鎮 值不值得改建 絕對值得 不過話風一轉 又說有民眾擔心 八十一億會被民進黨濫用 選上一定會善盡職責 監督預算 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說要讓支持高雄四千億的預算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看到 錢到哪裡去了呢 八十一億喊太多 現在藍營議員又說四千億補助 還沒到 讓里長看不下去 他們不要隨著台北的這個 政治的這些口水 而忘記了 這些在地方投給他們 支持他們的民眾 要再更上一層的話 要再加把勁 藍營小雞態度法夾彎 是否黨藝大於民意 要跟選票過不去 三立選人郭思文 馬雀文台北報導